美人家帅哥就一定能生出好看的小孩嘛 在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俊男靓女 在这其中也不乏许多郎才女貌的明星夫妻 有了新一代父母的颜值加持 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大多也都拥有着一张盛世美颜 就例如四哥谢贤的儿子谢霆锋 陈红的儿子陈飞宇 他们的长相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 帅得惊为天人 可事情往往不是绝对的 总有些新二代明明父母长得风华绝代 可偏偏他们却完美避开了父母长相的所有优点 可谓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了 蒋琴琴 去年蒋琴琴少见的带着他和陈建斌的儿子陈虎虎共同出境 对于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媒体各界的关注度都非常高 然而当14岁陈虎虎出现在镜头前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蒋琴琴是娱乐圈少见的古典型美女 她长相端庄大方气质温暖柔和 是典型的第二眼美女 而陈建斌的长相尽管比不上妻子 在娱乐圈里也不算突出 但好歹也算是五官端正 正气十足 让人挑不出毛病 陈虎虎的长相比起陈建斌夫妻二人来说 那真的就是一言难尽 陈虎虎小时候肉嘟嘟的 看上去还算是有点可爱的潜力骨 可现在看起来 这股潜力骨怕是已经跌停了 如今的陈虎虎虎虽然身材算得上是高大 可她的长相却给她减了很多分 有黑的皮肤 狭长的单眼皮小眼睛 扁平的面部结构 没有起伏感的鼻梁 再搭配上大鼻孔的蒜头鼻 五官竟没有几处可取之处 完全就是一副路人脸的面孔 扔到人堆里的话根本找不到她 既没有陈建斌的硬派大气 也没有蒋勤勤的精致秀丽 就连在气质这一方面 陈虎虎也没有遗传父母的一丝一毫 当然 男孩子的发育时间比较晚 如今的陈虎年纪尚小 说不定再过个几年会来一个男大十八变 也不一定呢 张婷的女儿 张婷和林瑞阳这对夫妻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张婷和林瑞阳这两年在网上闹得风风雨雨 风评等各方面急速下降 但不可否认的是 年轻时他们夫妻二人非常受欢迎 也因颜值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张婷的长相可爱中又透着一点妩媚 凭借着角色双娇这部剧 她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其古灵精怪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除了张婷外 林瑞阳以前也是一位靠脸吃饭的人物 别看林瑞阳如今一副和蔼的老太太的模样 年轻时候的她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阳光大男孩 那时候的她靠着一连幽梦这部剧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当红小生 照着他们俩的模板 生下来的小孩不说国色天香 起码也是小家碧玉 可作为他们拉女儿的林嘉玲 却奇迹般地完成了两不沾的壮举 张婷和林瑞阳都长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皮大眼睛 而林嘉玲竟不知为何生了双单眼皮的单凤眼 不仅如此 张婷和林瑞阳的鼻梁都非常的高挺精致 可林嘉玲却偏偏长了一个她鼻梁 和父母之间极大的外貌差异 使得这些年林嘉玲没少遭到网友的嘲讽 网上的诸多嘲讽深深刺痛了林嘉玲年幼的心 她也曾出面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她的长相 只可惜收效甚微 其实网友们也并非恶意针对林嘉玲 林嘉玲之所以被群嘲 其实是遭到其父母的波及 但是父母的错终究是父母的原因 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也不能选择父母 林嘉玲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她不应该遭受这无望之灾 李嘉兴 作为美了半个世纪的女人 李嘉兴在电视上留下的风情至今都让人难以忘怀 可以说从脸蛋到身材到气质 李嘉兴都美得让人无可挑剔 都说美人配英雄 李嘉兴的丈夫许静亨虽然长相比起娱乐圈的众多明星来说 稍显逊色 然而他身上那份儒雅的气质却是任谁都模仿不来的 之前李嘉兴曾在网上晒出自己和丈夫儿子的幸福合照 但人们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李嘉兴的身上 相反大家都开始讨论起了李嘉兴的儿子许静彤 图片中的一家三口都穿着粉色的衣服 许静彤也学起大人模样将衬衣塞进裤子里 但是这样的穿搭恰恰暴露了他的身材缺陷 五五分的身材看起来极其不协调 在粉色衬衣的硬衬下 许静彤本就不胜白皙的皮肤越发黑亮 要说许静彤的脸型其实没什么毛病 就是牙齿有些突出 凡事都怕对比 有李嘉兴和许静亨这对夫妻的诸遇在前 许静彤路人感十足的长相 自然是让人满意不起来 不少网友还直言许静彤的长相 真的是浪费了李嘉兴的基因 不过孩子毕竟才十二岁 发展空间还很大 说不定十八岁的许剑彤会大变样呢 林青霞 提到港圈美人 林青霞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笑傲江湖中的林青霞 让人知道了什么叫俊美 妾女幽魂中的林青霞 让人明白了什么叫秀美 黄飞红中的林青霞 让人了解了什么叫华美 即使林青霞如今已经步入晚年 但她浑身仍散发着知性的美 可以说林青霞用一个美字 诠释了她的一生 四十岁之后 林青霞找到了这辈子的归宿 飞了半辈子的凤凰 终于落在属于自己的梧桐树上 年静古稀的林青霞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和她如今的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大家看来 如今的林青霞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 其实不然 在林青霞的心中一直有着一份遗憾 那就是她和丈夫行李生的两个女儿 长得都非常不如人意 林青霞如此美丽 很难想象到她的女儿竟如此平庸 女儿的单眼皮 微秃的嘴巴 看不到一点林青霞的基因 反倒是像极了自己的丈夫行李 老话说得果然没错 生儿如母 生女如父 这句话在林青霞的两个女儿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不得不感叹一句 行李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了 吕良伟 提到吕良伟 想必大家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 导火索中扎哥那个让人又爱又恨 桀骜不驯的形象吧 从业至今 吕良伟饰演了无数的大老角色 而这一切皆归功于她硬朗帅气 霸气十足外形 不同于现在横行娱乐圈的娘帅 吕良伟的帅才是真正的男人的帅 不仅如此 吕良伟还非常注重保养和身材管理 如今六十多岁的她还有着一身健子肉 要说她只有三十几岁 恐怕也没有人会不信 可吕良伟的儿子吕善良的长相 那真的就是让人一言难尽了 2001年 吕良伟和她的妻子杨小娟 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吕善良 老来得子的吕良伟 对这个得来不易的儿子 可以说是万般宠爱 吃穿用度无一不是最好的 因此从小受尽宠爱的吕善良 从小便被父母养得白白胖胖的 小的时候胖一点显得可爱 但长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吕良伟曾晒出她和儿子吕善良和合照 照片中吕良伟身材高大健硕 一身干净利落的打扮 让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快六十五岁的老人 可照片中的吕善良却是满身的坠肉 状态唯靡 若不是皮肤还算是细嫩 真看不出这是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吕良伟和吕善良父子之间的外形的强烈对比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大家都在呼吁吕善良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 学习一下自己父亲张峰义 张峰义是国内男演员中少见的硬汉型演员 张峰义的长相虽精致不足但坚毅有余 在前几年播出的综艺真正男子汉中张峰义更是大秀其身材 张峰义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身习惯 这使得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副年轻强壮的身体 节目中张峰义脱下上衣露出他的八块腹肌 不知道电视机前多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张峰义的帅是充满了荷尔蒙的帅 作为张峰义儿子的张伯宇和他爸一样 同样有着满满的荷尔蒙 只不过张伯宇的荷尔蒙却是跑偏了 张伯宇曾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一张对脸自拍 尽管他敢于这样自拍确实是充满了勇气 可他这同样也是在考验看这张照片的人的勇气 照片中的张伯宇丝毫不修蝙蝠 不仅留着肆意乱长的胡子 还梳着一头油腻的发型 仔细一看 甚至还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丝猥琐的气质 和他的父亲张峰义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就连张峰义本人都看不惯儿子这样奇奇怪怪的打扮 他甚至在一档节目中直言儿子的形象有问题 一点都不像自己 希望张伯宇抓紧时间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形象问题 不要在外面丢了自己父亲的脸 结语 长相固然重要 但他决定不了一切 父母从来都不关注孩子长得好不好看 而是看孩子过得顺不顺利 有了这些新一代父母为他们在前面遮风挡雨 哪怕长得不好看 相信他们的未来也会过得很好 以后 天影家后 是有点忍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